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上来是8号 做一个video 这个video呢 我想讨论一下小概率时间 或者是大家认为的小概率时间 但是Andy在这重点讨论的内容就是 如果贸易战达成协议 在明天美股暴涨怎么办 还要说一下 这次的这个所谓事件性推动的贸易战关税 起到了一个空头险景的那么一个走势 这种走势跟Andy之前说的二月份出来的调整 是不是一回事 这是两个问题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S&P和NASDA 今天是 从NASDA说呢 昨天呢出现一个博弈盘口的阴线 在第一天加入关税那一天 Andy在礼拜日那天得到消息的 好像是做了一个video 说了这个有可能就是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低开啊 就就都收上来了啊 然后礼拜一的走势呢 就如同我所说的那样啊 为什么礼拜二会有那么一下阴线啊 这个就是一个盘口的博弈啊 博弈呢就会出现这种空头陷阱啊 我把这一我把这一次的下跌啊 在这儿 我认为是一个那个空头陷阱啊 是个空头陷阱 为什么是个空头陷阱呢 之后我可能会说一下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S&P这个 S&P 我说前面有一个video是每个quarter啊 第二quarter我说会面临一个大调整 那个大调整呢 我之前呢说过啊 会有一次大调整 它是基于啊就是第二quarter的这种 嗯 就说是企业增速放缓啊 嗯 背景之下货币政策没有任何改善前提条件之下 产生的一次呢 回归业绩的调整 这是安迪在这儿要说一下啊 嗯 因为之前没说过这次大调整 我只说我按照手中的数据啊 和这些东西我认为会有一次大调整 它应该最狠能调到什么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最狠就是这个缺口 S&P 咱们拿S&P来说啊 这个缺口要回补一下 这个缺口 会历时多长时间呢 我认为应该是连续的 要出现这种调整的 应该是连续的三周k线啊 三周 就是说是k的阴线啊 所组成的历时呢 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 所以 我的结论是什么 这一次的调整 跟安迪的那个第二quarter的预测 不是一回事啊 并不是说安迪前面说了有调整 之后出现什么调整 安迪说 你看 我之前都跟你们说了 说的夺嘴啊 还不是啊 不是 嗯 我在这儿要解释一下 嗯 如果没看过那video的 要看一下 我说第二quarter的发生大调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如果第二quarter不发生大调整 第三quarter和第四quarter很难出现调整的在美股 这是我截止到今天啊 第二quarter给出的之后第二quarter的一个预测 跟前面再解释一下是这样啊 所以这一次以关税价25%加征啊 嗯 起到了一个我认为在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空头陷阱啊 在这一块 在这个区间啊 形成 会形成一个空头陷阱啊 之后呢 它会反身向上走啊 这是我的一个预测啊 但是 是不是放向上走之后啊 就第二quarter不会产生安迪所说的大调整了 哎 这又是一个问题 安迪在这儿要说一下啊 现在来看呢 大调整出现的概率呢 在逐渐降低啊 因为它这次人为的啊 往下做了一下盘 往下杀了一口气啊 嗯 也放出了量来了 在前期咱们始终在讲 在前期这个道指啊 面临着前面的其实道指在这块面临着前期的这种所谓的 道君子难道也不给我看了吗 我还真是不给我看了啊 那没所谓啊 咱们就简简单那么来说吧 就说是 道指呢 在前面面临着那种所谓的这种 就说是拿纳指来说 纳指其实已经突破了 道指呢 应该还差半口气的情况啊 差半口气的情况 它主动出现了一次调整呢 我认为是个好事啊 是个好事 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呢 预示着 其实呢 美国这个市场呢 比我第二counter分析的要强 强到什么程度 今天安比说 有可能安比说的这个第二counter的预测 就会打脸 就说可能没有出现 像安比以前预测的 因为业绩第二counter的调整 包括货币政策没有改变 给美国的经济大背景发生了一点 counter的调整啊 会形成一个一个月左右 连续三根k阴线啊 周k线的k阴线的调整 或许在以后不会出现啊 或许出现 或许不会出现 但是呢 在这个video呢 我仍然保持我以前的这个判断啊 它会出现那么一次啊 好 咱们再说这个贸易战啊 现在很多人就说是关税战之后呢 这个因为中国还会派人来啊 很多人呢 就说是这个谈成不谈成 或者怎么回事的 安比始终是非常积极的 optimism啊 上回我也说了 我是非常positive 因为看待这个吹沃啊 肯定会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啊 这没这没有任何质疑的啊 无疑呢 周四呢 就说是明天啊 在美在美国时间呢 是一个时间窗口 而是一个时间窗口 会不会有 安比说可能会有啊 安比如果在这说 就说是按照小范围 不知道小范围 小概率啊 博弈的角度 安比认为他会有 所以我认为呢 明天股市呢 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但是安比要是说一下啊 如果他真有了这一次调整空头陷阱成立 他很快的速度就会收复失地啊 就说是 包括S&P和纳斯达啊 都会再创出新高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策略 或者是我的操盘计划 是按照这方面来布局做的 这也是简单说了一下 我自己在现阶段的这个交易策略 很积极的往小概率事件上布局了 我已经是啊 包括我看的很积极啊 我认为可能70%以上的可能性呢 达成这个Trade Deal 就说是达到川普要的这个Trade Deal 在这简单说一下这个Trade Deal 川普看似好像是周日很突然的就发一推 但是我跟你说 他这个事情不是很突然啊 他贸易对我在一起谈 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你想他都躺了十多轮的结果了 他不会是一个 就是说是很突然的他发推啊 他肯定很多信息啊 布局啊 很多东西啊 很多东西他都做的 已经是非常非常充分的条件之下 他才采取的这种行为 但是呢 现在为什么这个 这就造成了他这个发亡以后 周一市场很快反应呢 就收复了 但周二为什么又往下杀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博弈盘口 色彩非常重 他要打成一个空投陷阱啊 我认为啊 现在在美国也是 美国好多的组媒啊 有些基金啊 或者是不同机构啊 也出来说大声吹过的概率 我认为有些人出来就说指责川普的 肯定都是树局那种屁股决定脑袋 你知道啊 他可能就是说在这次运作上 他没往那边布局啊 他所以就说这个政策怎么 也有些一些 还有一些朋友是很支持这个川普的 他就是那个 他应该是符合他的布局方向啊 我就说 所以大家有时候看新闻呢 也可以那么来 简单的就说是看足球比赛一样 好像是我喜欢一个球队啊 我拿出点赌金啊 参与这个活动 可能这个更加精彩啊 给大家这个感觉更加精彩 咱们回来接着说啊 安迪为什么就说是 他这个是一个这个小概率事件呢 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布局的主线啊 我今天说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件事呢 我也说了 他不是一个这个即兴表演啊 国家与国家的那么大的政策是吧 他也说了之后的三百多million 还有三百多billion 就很快加 那个我跟你说那种 嗯 那种就说是 嗯 现在有一种观点可能越来越少 刚开始有啊 就说是好像中国不妥协 就在这 这不会出现不妥协的现象 长时间搁置这个事情啊 安迪认为这种事情出现的概率极低啊 甚至于等于零 所以我就是积极的认为啊 不管是这面是怎么来做这个东西啊 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啊 这个中美贸易战呢 应该就说是很接近close了啊 现在这个阶段啊 非常接近了 最快到什么时候 最快或许是明天 我就跟你说 最快的时间或许是明天 或许是周日或者周六一出消息 川普又一推文一说这个达成deal啊 然后简单一说怎么回事啊 大概其说一下 这件事就close了 但是这个布局大家一定要有啊 就是说就是就往上走 嗯 这是我今天上来呢 简单说了一下 我对这个小概率事件 现在事件性布局这点啊 还不属于我对第二季度的那种 所谓的大调整的布局 所以这一块的布局 我是短筹进场短筹出啊 大家听好了 我是因为它是一个事件推动型 但是如果安迪说的这件事件 的确是如此发生的 大家要思考一下 如果再创了新高的纳指和S&P 它气变之后出现调整 可能现在的这个高点区域啊 咱就看纳指这个高点区域啊 就这一块区域吧 或许都会将成为一个铁令的大敌啊 所以这也就是给一些看空的人啊 可能就是非常不利啊 越往后走啊 因为有的时候 对了这个频道的那个comment啊 大家的评论非常精彩 有些人说的非常好啊 在这呢 我不管是多与空我都能接受啊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啊 有些人可能开了空单了 或者是现在空仓它就想跌一跌 这很正常啊 像我这种积极的人 可能就是呃 就想进去做一下小小概率事件啊 或许成功或许不成功 阿密在这说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啊 看了大家评论也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 我就想说一下 如果要是空仓的也要想 如果这种小概率事件出现了啊 可能对一些呃 就说是现在没有建仓或者是还不太积极的朋友呢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伤害啊 当然对太积极的朋友 像安迪或者像安迪一样的朋友 如果这小概率事件没出现 之后这个股指在这一夯荡 就像我总说的 夯荡一下啊 夯荡一下再夯荡下来 甚至于到最后真是再来一波这个啊 大家看好了 就说我第二季度所说的这种调整 把前面的这缺口啊 要补上呢 我说是啊 这次的 那可能在这块的这种仓位控制和管理呢 可能就要出现一定的技巧了啊 这是我要说的 所以呢 这市场呢 这种走到现在呢 两种的这种趋势啊 或者叫风险嘛 大家都应该能看见 所以就像那个踢球一样 你看这 我认为这走的还真不错 你看这 SMP的一下一下的啊 你看这 现在又往上走啊 你说它这个会不会在这轨道上行驶啊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你要说是按照 按照趋势或者有点技术的 你就认为它之后往这种变盘的方向了 我认为也是有这种概率的啊 所以这就是 现在就是完全是靠情绪吧 和认识 你看看大家怎么来做这件事 希望安迪这么解读呢 也帮一些朋友呢 主要是履清一下现在的思路啊 因为短时间的这个事件出来 可能一天两天大家反应不过来 包括礼拜四如果真的是有一点 要有一点变化的话啊 可能真是的 你要是之前没有思考过的 要是那么想 可能你的整体投资的这个思路 没有那么快的转变的时间 好了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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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